香港媒體報導說 已停刊的《蘋果日報》前英文版執行總編 在試圖離境時被逮捕 香港警方說一名57歲的男子 星期日晚在機場被逮捕 並因涉嫌與境外勢力串通危害國家安全 依《國安法》被捕 警方依照慣例沒有公布這個人的姓名 但當地媒體說他是《蘋果日報》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 並且曾以筆名《盧峰》為該報刊是讚寫社論 報導說馮偉光被捕時正打算離境前往英國 向記者協會在聲明中譴責警方逮捕行動 說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但如果連民人的不干也容不下 香港將再難被視作為國際城市 如果馮偉光被逮捕的消息屬實 他將會是《蘋果日報》停刊前後 第七位被逮捕的職員 該報上星期三宣布因為香港的現狀而停刊 並且在第二天印刷了100萬份最後一期的報紙 此前香港警方出動500名警員 立集了《蘋果日報》的辦公大樓 逮捕了總編和另外4名高層的職員 並且凍結了集團的資產 只要你無法為職員支付薪金 自從北京去年6月在香港強推《國家安全法》以來 《蘋果日報》和其73歲的出版人黎智英 一直是香港當局打擊的目標